随着科技进步 公益班民众使用的无人机 在全球销售量皆呈现上扬趋势 无人机产业进入百家争鸣的状态 而相对的业务不少新创公司 开始研发反无人机系统 希望在未来提供政府不同的拦截管道 荷兰警方曾训练猛禽猎捕无人机 美国的新创公司也在研发猎网系统 不仅能从空中直接拦截 未来甚至可以协助追捕逃跑的嫌犯 台湾则是研发出一款电磁枪 可以直接从地面上对付误闯进去的无人机 基本上这个产品它还是设计成像一把枪的形式 它虽然搭配有光学准心 使用者还是需要准确地瞄准无人机 才能够做确实的干扰动作 这款外型帅气的武器可以发射电磁波 干扰无人机的GPS和影像传输系统 迫使无人机原地降落或是返回操作者所在地 台北市警方在跨年时就曾使用类似科技 拦截101附近的无人机 而研发团队表示虽然电磁枪效果不错 但各国无人机法规不同 将会让电磁枪的普及程度受到影响 那基本上我们在研发设计的部分的话 最大面临的困难是 各国有各国不同的法规 会使用不同频率的无人机 那我们必须收集所有的这些资讯 然后去研究他们的传输模式 进而研发加以干扰 无人机目前大多偏向玩乐性质 但若是未来被有心人士拿来走私毒品 甚至发动恐怖攻击 后果不堪设想 专家则认为两者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反无人机技术越进步 无人机公司势必也会发展一套反制手段 保护自家机器不受干扰 究竟谁会在这场空中大战中胜出 令人相当期待 U点TV 陈欧岳别义